来看是要参选了吗 郭台铭今天马不停提 要先是拜会的柯文哲 现在准备要拜访王金平 来听王金平的回应 不是 他要来送月饼给我 要祝我们包括你们 一定都是受到注意的对象 祝大家中秋快乐 花好月圆 因为那假设郭董事长要参选 你会是什么样的角色 到时候再说嘛 他要不要参选都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 那我是随着一年走的 郭柯王整合算成功吗 很难评分 很难评分哦 那有60吗 物理看花 花不一定是花 所以郭柯王有结盟 结盟是你们讲的 刚刚柯妈妈在新竹 他也是说全力支持 刚柯妈妈在新竹说 要全力支持波台民选总统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 是不是大家其实可能 关系更加紧密的 送完月饼之后 郭董应该更感谢柯妈妈 还有柯市长 那你怎么形容 郭柯王这三个人的关系 自然的在发展嘛 自然的怎么发展 也没有刻意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特别的共同目标 但是我们如果有的话 就是怎样 来让台湾更好 所以还没有讲 2020谁证 没有 那是 那是只有 这个柯市长 他释放波总改选 那跟柯市长的关系 谁啊 谁 你跟柯市长的关系 这是好朋友吗 谢谢啊 其他没有 可以什么 都退好不好 都退好不好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就在今天 郭柯王要正式成军了吗 那么刚刚呢 这个王静平他是说 其实呢 郭台铭今天来 只是要来送月饼给我而已啦 要庆祝中秋节 不过呢 来看看 大家就关心了 到底是不是要宣布 今天参选呢 来看到 郭台铭已经来到现场了 有没有可能宣布在 什么时候 要准备参选2020呢 那么今天来拜访 王金平 又是出自何意呢 我们一起带你来听听看 现场最新 郭台铭的说法 好 刚刚大家很关心 其实呢 大家都在问这个 王金平说究竟这个郭台铭 有没有跟他说要参选呢 不过王金平也说 其实他现在这个郭台铭要票选还不知道 真的要到时候再说 可以看得出来呢 今天这个郭台铭先是呢 和柯文哲这个一起参拜庙宇之后 随后又立刻的来到这个立法院来拜会王金平 看得出来呢 在这个中秋节前后应该就是动作平平 那么也为这个大家来猜测说 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在中秋节就要来宣布参选2020了 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郭柯王三人联盟的这个气势 似乎是相当足够的 不过今天郭台铭呢 是没有来明讲说究竟什么时候参选 只有说呢 其实今天主要是要来祝这个柯文哲 还有王金平中秋节快乐 而且呢 亲自送上月饼的 那么现在呢 可以看到这个郭台铭跟王金平两个人呢 是已经走进了立法院了 但是呢 郭台铭目前呢 还是没有针对媒体的提问来发表谈话的 不过呢 在早上的时候呢 郭台铭他也呢 在送给柯文哲的这个月饼里头呢 送上了16字的箴言 包括像是呢 莫忘初衷 为国为民 似乎也是在为接下来参选的一个暖身 以及宣告一个起手势了 不过接下来呢 这个跟王金平的会面 究竟会谈出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那么稍后我们会持续为您来关注 来看到郭台铭 今天来到立法院拜会王金平 来看看现场 我很要一样的 你来的 你们一直接下来 拍照公关准备 帮他 Oregon 我来到诸子的 那个时候我到吗 开苏 有个许子做纸张 刚刚有很多工作 可以 funny 聲音都可以 還有一個是 Battery 這個OK 這個是誰的 電池裝款的 可以 好 平常OK 總裁可以去 早上就去 神殿 去聖皇廟 拜拜 對嗎 還給柯媽媽請客 沒有啦 不請客 不請客 妳就知道我來吃要吃米粉 跟清皇廟 就有那個 共玩 先給共玩的米粉 在柯主廠裡 三文堵就吃了 我吃到六文堵 他吃到六文堵 他好幾乎 他比較認真 他說 關在台北 他說 這點盤的上班 這點盤的上班 關在台北 我就去 我不要緊張 去看柯媽媽 柯爸媽 他就 跟台上 他說 好幾乎 他說 特地很認真 做事也很認真 最主要 柯媽媽一直說 我們朱世勳教授 幫他提拔 送到美國去受訓 他說 柯媽媽說 做人 可以不記得誰來提拔 所以 他就 我們站在海港 他說 做人要 要 要 人不記得誰來提拔 要 資恩要報 他說 他就說 他就說 朱書欣要訴 我 我還是說 台灣 現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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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綠惡鬥 大家政治掛算 經濟 這個 反而不是 大家發展的主軸 那麼 選舉就要到 就開很多支票 然後 這個 到時候 不對信 不對信都不知道 那 所以 跟院長在講 我們大概在裡面都一樣 為了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人民的利益 必須大於黨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必須 重於這個 這個 任何一些黨的質疑 所以說 我們大概幾天想 都知道 台灣必須 這個 像我這次到 沙拉拉多去 正在王主 他 可以說是 全力的發展經濟 他們一個國家那麼有錢 有幾兆美金的外衛存品 還是全力發展經濟 除了石油以外 他們想要發展 非食物性的產業 所以希望台灣 能夠將來 跟他們做經濟合作 那我順便也去考察一下 能源 的供應 他們雖然石化 他們很奇怪 也殺了阿波 他們對於這個 石化工業 他們發展了這個 輕燃氣的電容汽車 我說你不是要發展新的科技 把你的老的科技 這個 這石油 他說 他們 而且 裡面還有台灣的幾個 教授去 那學校非常好 那皇家的這個學校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的年輕人 到哪裡都有 我去了 那個 沙拉拉多最好的 他是這個 王主 國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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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家的這個 這個學校 就是台灣的這個 負責 輕器開發的這個電池 付出給Toyota的那個 輕器開發電池 既然是台 台大畢業的一個 我最近要請 我最近要請他回來 來 好 是為參選2020來做準備嗎 可以看到今天波台銘 他主動出擊了 可以說馬不停啟耶 早上六點多跟柯文哲來密會之後呢 又立刻趕到立法院來拜見王金平 那麼雙方剛剛是閉門會談了十分鐘 那麼現在呢 雙方是公開面對媒體 不過呢 他們也強調說 其實今天郭台銘只是來送月餅而已 但是也談到呢 剛剛跟這個柯文哲的爸爸媽媽聊天的時候呢 也談到雙方的理念很相同 都是為了台灣 不過有沒有可能接下來 郭柯王三人聯盟 在中秋節起義呢 現在郭台銘的動向可以說 備受關注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他的年輕人真的很